人生的日头落下之前 二十多年前丧妻而寄情于乌龟的爷爷 遇到这位医师 麻烦你帮我问阿公 这是这家屋好吗 阿公 你看这是这家 终于抚平了病重之时 不得不将乌龟送养的 愧欠与思念 还记得有一次临终的阿公 孙女非常的不舍 坚持要我们帮阿公做CPR 经过一整夜的折腾 我们也顺利的结束 不过我把难过的情绪 在齐恩的群组上发泄了 没想到主任就出现在护理站 当下的我心情安定了 好想跟主任说 主任谢谢你 有你真好 这个以爱为名的医师 圆了无数病人的梦 圆了安宁团队的梦 他是个不可思议的梦想推手 我是陈冠婷 我是麻醉医师 也是安宁专科医师 在安宁照顾的领域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末期病人 还有他的家属 在我们的陪伴下 满意地走完他 人生最后一段路 他们给我的回馈 是让我可以继续走下去的最大动力 他的爱如此细腻 从不退缩 葛雷罹患脑肿瘤末期 获得了一个儒家的空间 完整生命的亲密关系 我以为这个遗憾 我将带到死后的世界去 灌灵主任 是你让我看见爱的无限可能 谢谢陈主任 让我那时候安宁这个团队 有你们真好 谢谢你们陪自己 直到最后一刻 日复一日 病人的感谢 和他缘的梦一样多 一样深刻 丰盛的自己 才能给予丰盛的照料 这一刻 灌灵主任 缘了自己的梦 在咖啡豆香中 他的梦想推手 从白色巨塔里蔓延出来 永不停歇